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9号,星期二 今天看到网上报道 中国国家教育部发布了2020年第一号留学预警通知 这个预警里面提到了就是 说目前呢,国际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在蔓延 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说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地方 就是还不太适合这个国际旅游开放 要提醒想到澳大利亚留学的这些留学人员 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这个避免被新冠肺炎疫情所感染 也是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过去呢 也提出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一些言论 甚至对中国留学生有些歧视 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太适合 中国留学人去留学 那么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 澳大利亚政府啊 还有一些相关国会的一些人员 都提出来说要彻底调查 这个新冠病毒来自中国 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而且呢,非常明确的说 这些责任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所以呢,中国政府呢,非常的恼火 也做了一些回应 这个回应呢,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些威胁 就是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不收回这些言论 可能会影响到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中国留学生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适合继续派遣中国留学生 或者是允许中国留学生到澳大利亚去留学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政府 那么他们要想对中国进行投资啊 经商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还有呢,就是澳大利亚出口的牛肉 那么到时候中国可能会有一些措施来进行反制吧 所以这些就是小儿科的事情见多了 对吧,过去大家还记得 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了刘晓波 所以呢,这个当时中国政府一开始是找挪威政府交涉 挪威政府说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和平奖委员会 它是一个民间机构 它不是受这个挪威政府管辖 所以没办法去左右他们 那么中国政府还是要采取报复 后来怎么报复呢 就是过去每一年都要从挪威进口大量的三文鱼 因为挪威的三文鱼质量非常好 但那段时间就停止从挪威进口三文鱼 改从其他国家进口 但是从其他国家进口三文鱼有很多还是来自挪威 是经过转口 哪怕是多加一点价钱 然后还是到了中国 因为中国的这些高端的消费者 还是喜欢三文鱼 所以这种小儿科式的报复行为 讲起来很可笑 那么其实真的要是想对澳大利亚进行制裁反制 那为什么不敢对美国进行制裁反制呢 那就是说到美国留学 美国的这个疫情也还没有完全消除 教育部的通知里面讲说九月份要开学 那么这个他们有担忧嘛 有的是七月份就开学了 就说澳大利亚 像澳大利亚应该是七月份就开学了 那么美国呢 有些地方 有些学校也是有七月份八月份开学的都有 九月份的也有 那么就是说有暑期学校啊 有什么其他的暑夏天的学期嘛 summer session都是有的 所以呢 你要是讲澳大利亚不适合留学了 也不适合这个旅游 刚才提到了就是说 澳大利亚能够报复的就是几个方面嘛 一个是留学 一个是旅游 还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出口的牛肉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以后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不改变态度的话 那么中国的游客到澳大利亚也会大量的减少 留学人数也会减少 然后澳大利亚要想出口牛肉也没那么容易 就是这样一种报复嘛 然后刚才讲到就是说 美国他怎么报复呢 他能不能说放弃到美国留学 以后中国留学生都不到美国 不到加拿大 英国 德国 这所有的这些发达国家 以后中国都不派留学生了 有这个可能吗 不管你派不派 只要你没有把国门真正关上 人家还是有办法 辗转 最后从其他渠道 还再来到西方去留学 所以这个门呢是堵不住的 那么这样做的话 只会进行闭关锁国 我想这个做法呢是得不偿失 我想中共也不会愚蠢到这样一个程度 他只是吓唬这些人 你真的是有本事说 以后中国人再不到西方这些国家去留学了吗 你能做到吗 所以现在呢 西方一些国家倒是警惕中国的渗透 扩张 然后对中国的很多做法进行严厉的谴责 最近马上要召开的这个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七加三或者七加四的这样的会议 已经不打算邀请中国参加了 过去很多年都是邀请中国作为观察者 作为观 这个 它不是正式成员国 它只是观察国 那么过去也邀请像这个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但是俄罗斯后来因为这个 侵占克里米亚 这个 所以呢 被除名 也就是说一段时间里面就不让他再参加这个高峰会议 在这次呢 美国又邀请俄罗斯参加 然后还打算邀请这个 像印度啊 韩国呀 这样的一些国家来参加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孤立 在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 这个前一时期 大撒币花钱营造的那个氛围 中国开展各种各样的金钱外交 这个给很多国家很多好处 好不容易打开的这种局面 现在呢似乎又丧失了 这又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这个 你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这个国家输出的这种文化 还有你整个国家做事的方式 如果被国际社会所不容 或者说鄙视的话 那你以后就是寸步难行 所以到今天 如果习近平还没有一点反思 没有一点 就是党内不进行经验总结 接受教训 还一意孤行的去做 这样的一些愚蠢的行动 只会让那些国家呢 对中国越来越防范 越来越疏远 然后你这个报复 疯狂的报复的话 结果是越来越糟 所以这种事儿 我觉得是不能做的 这个教育部发 这个第一号预警通告 那么第二号第三号 后面再发的话 会不会提及这些西方国家 哪些国家觉得跟中国 好像态度上不够那个友好 那是不是就是说 要以后阻止到那些国家去留学呢 那以后 我都难以想象 中国如果讲断绝了 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 不管是不是派遣的 还是自己自发去的 如果不允许的话 那么以后 是不是只能到过去的 像社会主义国家去 包括俄罗斯 那俄罗斯也不一定欢迎你 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 也未必欢迎 包括朝鲜都未必欢迎 所以呢 有人讲到那些国家留学 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对吧 另外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 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 也是很有很大的问题 有那么几十万的留学生在海外 他们当时呢 就是学校都不上学了 要求回国 中国政府都是阻止 不让他们回国 说甚至有些网络上 有一些说法 虽然不是政府公开说的 其实都是政府水军 那些五毛 说啊 这些有些外国留学生 就是中国留学生 在海外的这些留学生 他们要回国 就相当于这个国际投毒 千里投毒 好像专门回国来投毒 所以这些人应该被排除在外 就算回来了 也至少要隔离一段时间 而且是不欢迎的时候 那个机票是天价机票 所以呢 有些学生 留学生在海外 他的签证到期了 不能够合法的拘留 想回国 中国又不允许 所以这个造成了很多的困局 那么现在呢 他又把责任甩给其他国家 说是美国不让接 美国什么时候不让接了 美国说增加航班 但是中国说五个一 限制航班 一个星期只能有一班 所以后来美国 川普就生气了 就说要停止 停止这个向中国 去这个派发航班 也不让中国航班进入美国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又急了 中国又开始放宽 所以现在 搞来搞去 国内的老百姓很多 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按照官方的口径 动不动就把这个责任 推给美国 其实真正 不让海外人员 留学人员和其他的人员 回国的 恰恰是中国政府自己 所以呢 看他这些 做法 以后还是有很多的 就是说要跟西方较量的地方 也就是说 会不会跟西方很多国家 都逐渐脱钩 那就要看这一届领导人 这也不是这一届领导人了 也许是终身领导人 习近平的这个意愿 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的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